在我们环游古城的红色双条车 在清迈大学邂逅的百年老树 路边偶遇的冰激凌餐车 塔配门前漫天飞舞的白鸽 夏天 距离我们还有五六个月 而我们却在清迈这座城市提前抵达 哈喽大家好 我是赵昭仪 我在Share分享课 记录时尚生活精彩时刻 听说清迈生活节奏很慢 九点半钟的太阳就已经晒到滚烫 站在酒店天台就能看到一整个山景 原来清迈的慢 是想留给懂得欣赏的人 如果你也喜欢夏天 记得起早一点 白天可以在泳池里踢水 空气里弥漫着椰子水的清甜 坐在双条车顶 就和阳台上戴着草帽热情挥手的老人遇见 在清迈古城闲逛就有险后冰激凌车的惊喜 清迈大学里的书音下 老人拿着相机想和百年古树一同入画 静心湖畔树影和湖水 娇香灰映映 美得不像画 要不要试试在泰式的餐厅里喝着奶茶 安静的听完一首歌 记录和清迈的美好奇遇 走廊里的相框 像是和我们这座城市的又一次碰面 白色的旋转楼梯 好像一眼望不到底 在泳池边的遮阳网上 强烈的光热告诉我们 又是值得出发的一天 水上即逝的游船停停走走 穿过水箱民居和一大片夜林擦肩 很难想象这里的人们过着怎样惬意的生活 坐在水边的咖啡店 鱼儿上窜下跳 热情的想表达 在孤独的站台 我们等停了一列 从热带雨林里驶来的列车 它远远的冒出头来 像约好的一样 那一瞬间 像极了漫画 夜灯不仅属于黑夜 但还为曼谷唐人街闪耀 如果你来泰国 却无比想念家乡味 那就来唐人街 让自己吃好一点